国际福伦社今天在五股德英国小举办围棋六周的幸福小学堂课程 帮助新住民以及单亲家庭的子女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 同时呢更希望在各界的教育资源益助下 孩子们都能成为国家未来的主人公 为了帮助新住民及单亲家庭的子女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 国际福伦社在德英国小举办围棋六周的幸福小学堂课程 聘请老师为孩子们进行克服 今天举行开课典礼 国际福伦社3490地区总监Audio表示 很感谢德英国小提供这么好的场地 让国际福伦社开办幸福小学堂 使学童们在暑假期间能有一个快乐充实的学习场所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德英国小的校长提供这么好的环境 让我们学生的话在暑假以寒假的话 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环境 当他们感觉到社会的爱的时候 我相信他会散发给其他人 就像我们福伦社的齿文一样一直不断的贡献出去 武股区长庄茂坤指出政府及公部门的力量有限 这群弱势的学童除了透过正规的教育体制外 也要靠一些民间资源来帮助 毕竟教育是翻转贫穷 是社会阶级流动的基础 感谢福伦社友们的善举 协助照顾这些弱势家庭的学童 福伦社能够利用暑假的期间 举办这么好的活动 提供这么好的课程 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学习 所以我今天代表新北市政府 跟五股七公所来参加这个活动 以及表达感谢的意思 感谢我们福伦社的慷慨的建筑 以及有八位老师的副书 以及让有46位学生的话 在这边好好的有美好的环境来学习 幸福小学堂让这群孩童们 在客服老师的照顾及陪伴下 在暑假期间能够快乐学习而成长 希望在各界的教育资源下 都能成为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五股采访报道